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最新的消息 包括了台湾能不能有机会走出国际 参加国际组织呢 显然最近的一个梦又破碎了 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早的时候 曾经说过他不会这个大门 这个亚太经贸会议的组织 不会对任何国家关上大门 包括台湾 但是他最新的公开的谈话 仍然在讲抗中的这一块议题上面 当然已经宣布了 不会让台湾加入 仍然强调的是 希望避免跟中国的冲突 建立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 是一个竞争而不是一个对抗 但是话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直接的重点 但是美国专家说 布林肯说的好听 却没有提到如何遏制中国 因为这当中当然就是要怎么样跟中国对抗 或者是对立的方法 但是他讲的比较相对婉转了 不过在中国的部分 中国大陆的话春莹 他可是没有那么客气 他直接就点对点 发了很多十一组的推文 去博士布林肯对华政策 包括他说这番话听起来 更像是针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 或者他讲的很重 是战争的宣言 那么俄国的外长拉夫罗夫怎么说 他说好战的政客 这些言论反而意味着北约想把防线 移到南海去了吗 这个战争的防线要到南海了吗 从俄乌战事之外 5月27号的时候 俄国的杜马主席他也说了 美国失去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而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他也说了 他说的是绝大数的国家 是站在反对选边站的这样的立场 就是说他们可以多方多边的合作 并不一定要选哪一边 来对抗或谴责吗 那么当然日本最近的动作很多 从拜登到了亚洲来开会议之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最新的动作是会晤了马来西亚的总理沙比利 两个人手牵手见面的时候说的是 确认不允许侵略的行为 在这个我们的周边的地区 也就是针对中国大陆而来 那么不过马来西亚的前总理马哈蒂 他就说了 印太经济框架其实是政治性的框架 把中国排除在外是错误的 而根据一份最新的民调 汇丰民调表示 美国中国跟印度都在寻求 马来西亚的业务成长 所以他也是多边在寻求各方的利益 当然马来西亚跟中国大陆 正在深化探讨所谓两国双原 共建一些双业商业园区或工业园区的合作 发展计划 所以虽然跟日本首相手牵手谈 不允许侵略 但同时跟中国的合作 也是持续进行的 再看看李雪龙新加坡的总理 李雪龙他说 各国其实是需要跟中国做生意 机会市场都在中国 而且中国不是苏联 不会有朝一日消失 所以听听李雪龙他怎么看待 这些区域的竞争 城市集团的联系 币金区域的金区域 有关系的联系 而且还有其他世界的交通 广大利益 不只能根据到 关系统区域的关系 和关系统区域 的关系统区域 我们也要维认了 关系统区域的关系统区域 广大利益 特别的位置 英国和中国的关系统区域 中国和中国的关系统区域 声明确是 不只是在红性的 而规定币免着 世界分成反中跟挺中這兩個集團 是不會有好處的嗎 包括了柬埔寨首相 最近一些經濟上的動亂 被形容是因為跟中國的債務陷阱有關 但宏森自己跳出來說 其實是跟這個事情無關 根本還質疑拜登的亞太經濟 架構 是不是會跟TPP 也就是二零零五年的跨太平洋 跨戰略經濟夥伴關係的這個TPP 會有相同的命運 最後是空的 只是遊戲一場 那麼在國際體裡頭 美國到底有沒有輸了這個貿易戰 華爾街日報 他有個最新的分析報導 他說中國根本就沒有變 其中怎麼說 在川普時期要求他兩年之內 要買兩千億的清單 購買美國的商品 結果達成多少 其實有六趴 百分之六十 其他的這個包括關稅提高 從百分之三點一提高到二十一 等等的 並沒有對中國造成太大的影響 影響的反而是美國自己國內 那麼當然對我們臺灣來講 很在乎這個跟美國的 堅若磐石的友誼 還有參加這些國際組織的機會 那最新消息就指出來了 美國跟臺灣正在計畫宣布啟動深化經濟對談內容的類 IPEF 就是類亞太經濟架構的組織 什麼叫類亞太經濟架構 我也不太理解 其實連民主黨的委員都不太理解 所以羅志正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就問了外交部說 蘇利文說要給臺灣一個尊重 那尊重了什麼 那你也覺得是尊重嗎 他們覺得外交部的政務市長田中光說 就是說這次沒有把臺灣列入首輪 在拜登宣布之前就先出來 這就是尊重 好尊重 然後他也說那是看了報紙才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加入不了 還是之前就被先尊重的告知了呢 他說沒有 我也是看了報紙才知道 好尊重 總公 這真的是太尊重了 今天我要跟 賴老師說我學長 我今天要來拜訪老師 然後也沒跟老師說 我突然在老師門口家們抽門 尊重 當然不尊重對不對 然後我不見你 有沒有先告訴你 不告訴我 你也是尊重 對 這就是不尊重 同樣的 今天賴老師如果說 小孩子要結婚請客也沒通知我 然後突然開始打電話 我告訴你我孩子結婚 你要不要來 不用來 紅包來就好了 是這樣嗎 是不是不尊重 我想到的例子都是 假設我男朋友明天要娶別人 今天才告訴我 然後我還回去跟爸爸媽媽說 他已經夠尊重我 我想問男朋友是誰 對不起 你屬皮膚館 沒有 我說女生都會想到這種例子 不就是這樣嗎 這就是不尊重 現在這個題目的重點在哪邊 在臺灣到底為什麼沒有見IPTF 就是亞太經濟價格 這才是重點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說 人之初 性本善 我想調整一下 人之初 性本利 我們一定是看利益的 虛利 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們找好吃東西是不是趨利嗎 我找好的朋友一起聊天 也是趨利 這是正常現象 不要把他想到任何地方去 為什麼從這個開始講起 我們來想想在 東協這十個國家 他們要什麼 他們要他們國家經濟利益 解決餐桌商務問題 這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以前沒有另外一個選擇 美國很強大 美國有很大的經濟體 我只好選擇美國 可是當現在有另外一個選擇在那邊 那個選擇對我還不錯 他把他原料提供給我 我在那邊做成半成品 然後把成品 半成品給他做成品賣到全世界 認識我們台灣早期的加工出口區 好不好 當然好 當他有選擇的時候 你跟他講說 你要選邊站 他當然不選邊站 好 問題就在這裡了 我們台灣的立場是什麼 中華民國立場是什麼 我們叫抗中 當這些國家覺得 我跟中國 美國我不要選邊站的時候 有一個抗中的國家在那邊 我怎麼讓他進來 所以是我們自己的角色 讓我們自己進不了IPEF 我想這個觀念 我想跟觀眾朋友去溝通一下 是我們自己 所現在展現的角色 因為我們跟那邊沒辦法合作 所以我們進不了這個組織 這是前提 為什麼要這樣講 好 先講那四個國家 你不要叫我選邊站 你現在有個抗中的突然進來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看美國好了 我們從美國 因為美國有先告知 只是告知的方式我不理解而已 美國說的 看報紙算告知 他忘了送簡訊給他 給我們 布林肯說得很好聽 我們沒有限制任何一個國家 進入亞太經濟框架 沒有 結果沒有限制 包括台灣在內 後面跟我們講一個Late 對 這個叫做什麼 也就是說他在玩的 就是所謂的兩手策略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我要提的 我很擔心 我們CPTPP 當初在公投的時候 這個議題被拿出來談了 說我們不能不吃什麼什麼 因為我們要加入什麼什麼 好了 現在就是第二批了 我們還有什麼沒吃的 先問一下 我們還有什麼沒有吃到的 是不是又要來了 是不是又有一個東西要來 那個類什麼什麼的 是不是又要來了 這第二點我想講的 第三點我想講的 就是說在現在整個 不管是布林肯所提的 所謂的對中國戰略 整個戰略的部分 我想提一件事情 這部分跟大老師 我講的比我更清楚 就是我們台灣 這個台獨這個角色 你覺得美國真的支持台獨嗎 我認為美國把台灣 就拿成一個牌 這個牌是什麼牌呢 當他要去跟中國大陸 多談一點的時候 就讓台灣 台獨強盛一點 他不接受 對 他就放我們跑遠一點 讓我們台獨的聲音大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 他就跟中國大陸談 當他希望我們安靜一點的時候 我現在不接受 你們安靜一點 也就是說 他是拿著台獨這個 台灣獨立這個牌 台灣這個牌 來作為美國跟中國大陸 你勾血 你跟談判的 或者策略應用的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角色 台獨到底行得通 行不通 其實要看美國的臉色 不是看中國大陸的臉色 是看美國的臉色 但如果是看美國的臉色 美國現在這樣子 從IPEF這樣玩弄我們 我們如果台灣 想不清楚的話 後面就慢慢長野了 是 教授 目前從布林肯的講話中 我想可以透露幾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就是 他認為以現在的全世界來看 只有大陸有能力 而且有意願 要改變現行的國際秩序 他認為現行的國際秩序 是美國人所建造的 美國人的利益 所以他覺得 中國要把它改變了 這是他這樣認為 因此他要阻止 中國改變現行的國際秩序 他要阻止 可是他說我自己 已經沒有能力做到了 他已經承認他無能力 去改變大陸 他想怎麼做 他想創造一個環境 創造這個環境 然後讓這個環境去制約 大陸讓他只能夠在我的框架下 來做決策 而這個決策 是符合我美國人的利益才可以 所以等於是不符合 大陸的利益 你想 中國有可能會按照你的要求 你的框架來做嗎 因此美國就開始做兩面人了 說兩套話了 他說我不尋求孤立大陸 可是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他正在尋求的 就是孤立大陸 所以IPAF就是印太經濟框架 大陸不能參加 這就是孤立在經濟上 然後他組建了QAD四方會談 這是軍事安全的 再組建了ERKUS 日 美國 英國跟澳大利亞的 Yanggul-Sakshun族的 也是為了要針對大陸 然後想把北約拉到亞洲來 所以他要德國 法國 荷蘭等 這些北約的國家 把軍艦開到亞洲來 然後跟日本 以日本作為 他的一個支撐港 所以要把他拉到這邊來 目的在哪裡 要遏制大陸的發展 所以這些都是要孤立大陸 所以他講說我沒有尋求 要孤立大陸 事實上他在尋求 孤立大陸 他又說我沒有要尋求 顛覆你的政權 但是他在講話之前的幾天 他派了他的國務院的副國務卿 到了尼泊爾 到了印度 他先去見了達賴喇嘛 再到尼泊爾 去見了西藏的社區 也就是鼓勵西藏獨立的聲音 再大一點 然後台灣這邊就是鼓勵你 台灣的獨立的聲音大一點 然後他在講話中 又把大陸的政權 故意轉變成不是中國了 就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中國共產黨 然後他又開始強調說 中國的這40年經濟改革開放的成功 是來自於人民的勤勞 跟這個世界的貿易體系 可是我們都心知肚明 中國大陸是大政府 所以中國大陸是政府的 引導方向正確 人民才有可能成功 因為不然的話 那你前30年怎麼解釋 其實中國大陸的政治 但是現在的政治體制 跟我們蔣經國時代的政治體制 是非常接近的 也就是政府是大的 而且政府是有效能的 那也就是政府大 而且政府有效能 所以整個經濟的方向 一直突飛猛進 台灣在當初創造 亞洲的經濟奇蹟 世界經濟奇蹟 就是在蔣經國時代的 強而有力的大政府時代 所以我們才能夠創造經濟奇蹟 現在大陸創造的是世界的經濟奇蹟 也是在這個強而有力的大政府 可是這個強而有力的大政府 很明顯的就把美國的 這個小政府比下去了 美國對布林肯來說怎麼辦 我不可能改變我自己的政治體制 我就想辦法推翻 顛覆你的政治體制 那就從台獨 從藏獨 從新疆的問題 然後再由國會編了 幾十億的美元的預算 想辦法去影響大陸的工資 要這些工資們在內部裡面 進行思想上的一種顛覆 把大陸的政權把它推翻 我覺得他的做法 其實是兩成的方法是一直在走 但是問題就在於能不能 他這個戰略能不能成功 我個人是覺得成功的機率很小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我們先看大環境 大環境就是說原本 例如說假設 我們為什麼以前那麼靠向美國 美國購買你幾乎所有的產品 例如說你的紡織品 你的鞋子 我們的衣服 我們的鞋子 我們的電腦 我們的塑膠板 我們的塑膠椅 我們幾乎都可以賣到美國 我們跟美國當然很 然後我們需要武器裝備 從美國這邊買 我們需要的生產機器從美國這邊買 你想想看 我們對美國就很依賴了 可是問題是 現在大陸本身也已經取代了 已經逐步的跟美國一樣 甚至取代了 也就是我們台灣現在已經不是 先賣到你美國 而是賣到大陸 我們賣到大陸的 已經比到美國多 你想想看 當有越來越多的國家的東西 都往大陸那邊賣 然後從大陸那邊可以買到武器 可以買到機械設備 甚至可以買到科技的時候 當然他們就會 跟大陸關係就會越來越緊密 因此在國際場合裡面 過去美國的總統一出來 大家都想辦法往他那邊靠 因為都想跟他建立更深的關係 來獲得利益 可是現在你看 只要大陸的領袖一出來 大家往這邊靠 也就是說美國已經不再像 過去獨尊了 在這個情形下 對美國人來講就受不了了 可是問題是這是一個國際現實 改變不了的 美國隊長的影響力 在消退 但對臺灣不一樣 臺灣淑慧會不會覺得 我們有點情何以堪 一開始 殷殷期盼的就是能夠加入 亞太經濟這個架構 結果最後說還是沒門 然後但是我們還不能夠 有任何的這個怨言 還要說很尊重 還是有被尊重 好啦 我又要用比較簡單的男女關係 來形容 就是你的男朋友告訴你 我愛你 但是我不能娶你 而且我不讓別人追你 任何人只要才追你 我就會打死他 現在創作有點這樣 我愛你 他一天告訴臺灣說我愛你 你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保護你 但是我不能夠帶你出門 我不能夠娶你 我不能夠正式的挺你 坦白說如果說美國要保護臺灣 然後美國要對大陸製造壓力 那應該是讓臺灣盡量的 參加國際組織 參加各式各樣的國際組織 在國際上有能量 有發聲的空間 這樣子我們才會 遇到狀況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的國際友人 但是我們看到美國 永遠都是說 少數幾個參議員 眾議員 然後去連署說我們要挺臺灣 然後就這樣 然後給臺灣一個交代 臺灣就看到這樣就說 美國誰誰誰 挺我們 那些參議員 眾議員 當然很厲害 因為他是美國的參議員 眾議員 可是換算過來 就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他不代表國家的正式立場 他不代表國家的立場 你看已經連續四次 他們說到底是拜登說錯話 還是有意的 我不知道 說拜登說他一定會什麼 軍事保護臺灣等等 四次 可是四次之後 白宮都出面再來澄清說 沒有我們對臺政策不一樣 所以這到底是說講錯話嗎 不可能的 他是美國總統 他不會講錯話的 顯然美國就是在做雙面人 拜登講的話讓臺灣開心 白宮講的話才是美國的正式立場 讓大陸安心 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永遠只擷取 我們想聽的地方 就像女生永遠只想聽 男生說我愛你 可是卻沒有發現說 他可能這時候還在跟別人約會 他沒有要把你介紹給他的朋友 他沒有要跟你結婚的打算 我們只一直在那邊腦袋裡面 就充斥了他愛我 我只要忍耐 感覺很像有慘痛的經歷 不是 不是 這個 大家不覺得就很像 我一直覺得都是很像這個樣子 然後美國可以同時去交好多個女朋友 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臺灣人就還是要為自己想 為自己想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這個臺灣人 我們的利益到底是什麼 自己愛自己最重要 是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繼續關注 俄乌戰士最新的進展跟進度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